刚刚啊 我们在后台的时候 今天都没有办法继续耶 如果都一直这样的话 阿伯 你看到这个场面 你是已经习惯了 还是说 哎哟 这个越多越好 那你接下来我们知道 在这个月的月底 你不是有个演唱会吗 这个场面跟演唱会差不多吗 演唱会是你的idea吗 演唱会那个场地 只有三百多人 这么少 不是小巨蛋哦 没有啦 我们在试验用网络来演出 线上线下整合 因为每一个活动 它应该带来新的场景 所以你在月底的演唱会 只有三百人 不是在小巨蛋 也不是在流行音乐中心 本来原先是要在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办嘛 因为那个是东西门户计划一个重要的政绩 本来想说夹带 假装要去唱演唱会 然后可以把政绩给大家看到 你想要夹带 结果 事态原谅你知道 我当市长 市长现在还不到三个人家 就不让我在哪里办了 所以讲弯要不要出来讲一下 他不让你办是不是 我猜通常这种事情都是太监就解决掉 不会到方上那里 太监就把你解决掉了是不是 对啊 我们知道了 所以只有三百个人的场地 阿伯我想要问你 很多人说你出来选2024是来乱的 有人是这样讲啦 有人说你不会掉 你一定不会掉啦 你有没有把握你会当选 会 会 要相信趋势 要相信趋势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假设我们退一万步 你没有当选的话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那个不会发生的 所以 哈哈哈哈哈哈 七月要办首场个人演唱会 你现在有所谓 要取负是什么 你要问我的经纪人 你的那个售票八千八百块 跟韩团一样贵 哇 没问题啦 其实那个是负款 一直不清 打和声 早上的 päin 都不知道华等网我니 可 看不觉 听到一不算一不 ост保 Spread ных 水君 jeżeli 了 已经黯单 忍三口 一丁诺 ludzie 我們的心更加堅定 成功的背景 不知道有多少哭哨 我們選擇的度 一定堅持夠成功 堅定的心 拔我們鄉親家 請你會記住我們的名 Bubble Bubble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相遇 請你記住我的名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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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擁蓋著患患的願景 你一定不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你 別本來了就不該要搞到實際 沒關係就有關係 好的關係 謝謝 為什麼覺得錢越來越難賺 唱歌他會帶著你 你不用嗨嗎 你練得怎麼樣 我為什麼覺得錢越來越難賺 想等一下唱歌緊張嗎 有卡拉OK我就不緊張 沒有卡拉OK的玩太可怕了 沒有卡拉OK的 沒有卡拉OK的 有信心嗎 看來沒有啊 柯文哲的募款演唱會 一張門票八千八百元 你會買嗎 我不但柯文哲的不會買 我沒有買過這麼貴的 這個演唱會門票 沒有 這個大概天價吧 天價 這大概是那種 天團才會有的價格 因為他這個售價 那個防彈少年 BTS還要貴一千塊 那你怎麼看 防彈少年 對啊 防彈少年還要貴 那過去 我在議會 狂風柯文哲 結果他 還是沒事 所以柯文哲是 防彈阿伯啦 所以 防彈少年 賣那麼高的票價 防彈阿伯 大概 也有那個價碼吧 所以 這個可能是 他的想法 那會不會呼籲年輕人來當防彈少 其實 其實 青年人都 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己的智慧 他們在分析 不論是柯文哲 或賴清德 他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相信青年人的判斷 青年人是我們國家 未來的希望 以前曾經科在專訪過 有想過說演唱會 要找你來拉小提琴 如果這次他來要 主動要約的話 你不願意去嗎 是柯文哲講的嗎 我以為高嘉瑜 在專訪上面有講過 這一點我不知道 我以為說高 我以為今天是說高嘉瑜要邀我去 柯文哲 柯文哲他以前講過 我不知道 或者我忘了 或者他講過以後 他沒有實質上來邀請我 那過去邀請 那麼沒有選舉的時候 當然我會去 那現在因為要選舉 那在明年1月13號選舉前 我沒辦法去 那之後 之後那當然就可以啦 之後就可以 在選舉期間抱歉 比較敏感 有打算要去當柯文哲演唱會的嘉賓嗎 我們是沒有接到邀請 不過我們自己的演唱會 本身就已經很有看頭 而且一定可以跟柯文哲PK 我相信今年大家最期待的演唱會之一 絕對是高嘉瑜演唱會再回歸 那說募款演唱會 我可以說是十組 因為四年前我們就已經辦過 而且當時也是我們下午兩點多演唱會 但是早上十點就有歌迷朋友一大早就來排隊等待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萬人空巷 甚至我們的卡司非常的堅強 網羅了包括大家最喜歡的王世堅大哥啦小提琴 還有包括這個苗柏雅 甚至賴清德副總統當時也參加 那甚至其他包括跨黨派的學姐等等也都有來 還有黃傑等等黃靜穎 所以我相信我們當時確實是一時之選 而且連唱了四個小時 絕對是物美價廉 指揮票價 讓大家餘音落糧 久久不能忘懷 所以這四年我也一直接到很多的歌迷朋友 一直期待我們能夠再開一場 那我們現在也正在緊鑼密鼓的 希望能夠趕快來籌備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這個總統候選人 他開了這個票價八千八 是有點誇張啦 因為如果說要比較BLACKPINK的話 那你至少也要唱唱跳跳 而且BLACKPINK至少也有四個人 那動作各種舞台的表演 那所以票價八千八 我覺得年輕人可能比較負擔不起 那我們的票價絕對是讓大家負擔得起 CP值最高 而且能夠讓大家聽到飽 是八百八嗎 票價我們也還在規劃 因為畢竟也要看場地 來去定價 但是絕對是讓大家買得起聽得起 因為我們的歌迷是從三歲到八十歲都有 我們也希望說爸爸媽媽帶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也有很多 喜歡聽嘉宇姐姐唱歌 也能夠來一起共襄盛舉